小青龙来了 果然还真是小青龙 不是榴莲是真好吃 还有这个盒 祝大家早中晚多饱 我是老吴 现在还是在南昌了 又到饭点了 今天晚上的话就去 简单吃一点哦 走吧 谢谢大家 先拿着这些 准备开吃了 刚刚逛了一圈 好像感觉东西不是很多 然后小青龙和榴莲的话 暂时是还没有看到 就看见厨师在那边一直摆 一直摆 一直摆 就是不拿到台面上来 这家的话 晚餐的话是348一位 还蛮贵的 这个海短倒是有不少 这个海短吃起来还是蛮好吃的 蛮新鲜的 这个果汁是泡粉的吗 就多喝点灌装饮料了 我可以看一下 没事我看一下 我们小多哥小姐姐都在看你 看我干啥呀 看你在主播呀 没有直播 你这个是拍的自己 自己看自己玩的 我旅游啊 他们都认识你 谁认识我 你看我们那前面没 那些个小多哥小姐姐都在说你 然后我说我也来看一下 都认识我 真的假的 真的 他说你有十多万粉丝 是不了 对对对对 你也很不厉害 我自己那边讲 你看他们现在还在看你 弄得我了有点不好意思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 你都帮我拖下我们店 好 谢谢 好 我要吃小青龙 我要吃榴莲 榴莲 好榴莲吗 好榴莲 好 我给你拿啊 够够的哦 我要吃一百个 这就是每年限量一份的那个 鱼翅 好像是服料强 等下给我去拿那个小青龙和那个榴莲 这就这就不好办了 吃人嘴暖 拿人手朵 很这边的话 那个 各种的海鲜都有啊 包括他那个榴莲小青龙 波子顿 他都是有的 可能上了 速度不是会那么 不是那么勤快 不是那么快 作为这个内陆的海鲜制造的话 已经算算还行吧 只要他有的话 那就还行 如果是没有的话 那就 好 谢谢啊 那你下次还会来我们店吗 下次 我 我明天就要去别的地方了 那你多帮我们宣传叫我们店 好 他们看了叫老胡吃饱饱 我待会有关 对不起 你 好好好 待会先 烤榴莲呢 一块还蛮大的 真的是一部手机 一个支架 走天下 到哪里不怕 他这个榴莲的话是 推着那个手推车的 就是到处逛 然后可能 可能是烤一波 有几十个榴莲 然后 然后再隔一段时间 再烤一波出来这样 送完了就没有了 不是不是一直都有 不是 这榴莲真好吃 还有这个 河 特别的甜 这个榴莲是真的好吃 真的很甜 吃了我现在嘴巴都变甜了 为什么我自己感觉都不自觉的想笑了 雪蟹 帝王蟹 为了追求这个视频的真实性 该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我等下也会自己去多跑一跑 看能说能拿到多少的小青龙和榴莲 拿来盘这个甜虾和黑虎虾 黑虎虾蛮大的 看起来 很新鲜 因为看 因为够黑 像这个内陆的海鲜制造的话是不能跟沿海地区的海鲜制造比的 尤其是厦门 如果这个食材是一直都是很充足的不倾断供应的话 那这边这边肯定会亏 小青龙来了 果然还真是小青龙 啊 这一锅应该可以可以煮得下四只 像内陆的海鲜的话它会多一个成本是吗 是运味的运味的成本很大 因为它得好鲜呢 新鲜 看这些那个帝王蟹蟹 跟在厦门吃的都差不多 都是冷冻 厦门那边也是一样 差别就在鱼的话食材的捕获数量和速度上 其实我们那个从沿海到内陆来吃这个海鲜制造的话 就是这个心态上面也是要发生变化的 不能说 报道在下文吃海鲜那种态度 这是送过来的 这是我自己拿到的 我刚拿到两个 然后有一个帅哥没吃到 我就分了他一个 可能有点像在吃那个小龙家 不过说真的 这个肉质口感确实是可以 就是蛮新鲜的 有鲜甜的感觉 并且肉质的话Q弹的 而不是吃盐那种粉粉的 刚才被费录了 估计我现在说什么你们都不信了 我以为你跟我说哪里是上车 这个男的做那个麻辣的蒜香的应该会更好吃 感觉这种小的小青龙会 所以贝比在厦门吃的大的小青龙要好吃 虽然说肉肉少了点 食物相忙 我今天吃了两顿 昨天发的那个南藏特色菜也是今天吃的 波士顿龙虾钳子 又拿了几个海胆 就很奇怪为什么海胆都没人吃 是不敢吃还是说觉得海胆很粘匠呢 你们海胆非常多都拿不完 要是拿海胆 要是拿小青龙跟拿海胆一样就好了 海胆好吃 没有一点腥味 还有点甜甜的味道 有点像在吃那个什么吃甘蔗 肉很多 榴莲暂时还没看到 我想要不要厚着厚着脸皮去 去找那个那个应该是店长的经理嘛 其实大家要个十个 可能是我今天来的会比较晚 这边五点半开张 然后我七点钟才到的 强行解释一波 参考袋子 我现在啥也不想吃就想吃烤榴莲 吃十个 现在现在还有烤榴莲吗 烤榴莲你稍等一下问一下 好 应该是我今天来太晚了 对有点晚了 哎呀 刚才忘记说了 要一次性拿10个过来的 呵呵 不好意思 没有烤榴莲了 哦 没有了 好好 心态崩了 虚亏哦 东西班 这个东西吗 水开下过来的话 千万不要煮酒了 就烫10秒钟就可以了 露出口感非常好 露出口感应该给我麻了 所以说这个吃自助还是要趁早 这边的话是那个下午5点半开始吧 到晚上9点 我想那个晚上7点钟到这边的话 有两个小时用单时间 应该也够吃的 我现在还有一个小时的用餐时间呢 这个波子顿农家里面前着漏 挺多 好多肉啊 我们还没吵架了呢 嗯 每个食材的话 那个吃起来都还蛮新鲜的 刚开始吃那个榴莲真的太好吃了 真是榴莲忘法 今天吃的还是蛮 蛮开心的 像很多朋友可能会说 这边海鲜蛮多了 为什么不吃别的海鲜呢 我这个我能够吃海鲜的话 我就是专挑这里 喜欢吃的爱吃的去吃 记得很多那个 呃 比较贵的海鲜啊 味道都不怎么好吃 小心浓醋啊 哈哈 还有帝王蟹 尝一下这个北极贝啊 赤身怎么样 赤身买起 今天这个毛肚战衣 没包挥出实力来了 没用上 呵呵 吃饱了啊 就点评一下 像这家店的话 它放在江西的话 应该算是 应该算是还不错的 我看它那个 呃 销量也是蛮高的 服务的话也是蛮OK的 那个食材的话也也也也挺新鲜的 可能就是来吃的话 一定要早一点来 早点来的话 你吃的时间会会比较长 大概算了一下 平均差不多每个人的话 应该可以 就早点来的话 吃个三到四条小镜头是没有问题的 唯一缺点就是说它 食材上的量比较少 比较满 好了 我也 可以的 吃的差不多可以的 记得给老婆点赞 评论家关注 我们下期见哦 拜拜 那个 呃 明天到浙江 我们下期见 喔 期再见 欢迎 punched 我是